好 够了 这水倒太多了 要吗 我来 差不多 过这之后太想你了怎么办 你要是太想我的话你就 你就吃我给你带的汤好吗 或者把北极熊也带去 那你如果太想我怎么办 北极熊留给你 你想我的时候 就看看他 就像我陪在你身边一样 好吗 人那么快 想不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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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我帮你叫了辆车 等我上车之后给我发点信息 机场这么远 早知道就不让你来送我了 我怎么可能不来送你 我不想你走 不想你走 我知道 你放心 我过去之后 一有空就会回来看你 不会让你等太久好不好 好 我跟你说 你回南屋之后 要按时吃饭啊 要一日三餐都要吃 不过我会提醒你的 还有就是 别的事情 你不要去想 也不要去在意 就好好工作 好好努力就行 努力工作 但是压力不用太大 就 创业实在是失败了的话 也没关系 反正 反正我可以 你可以什么 我就养你喽 我毕业了就可以养你的 天天说要养我 那我就等着了 好了 那我就 我就走了 你别送了 好吗 上车之后给我发条信息啊 走了 我 那就要不要去 你 也不要来 你 我 我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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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然可以啊 那 你不会觉得是负担吧 你会有负担 我没有 那我也没有 你先尝尝 好 还有 没有 就是因为异地恋嘛 所以啊 还是要有一些仪式感 比如说一些纪念日 或者是一些节日 我可以去南无找你 你可以来一鹤找我这样 当然 那还是我去找你吧 不对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是觉得我 平时没有仪式感 没有 所以你是同意了对吧 当然 对吧 吵架的话 我们不会吵架的 但如果是吵架了 当天吵架得当天和好 不能冷战不能消失